嗨 大家好 我是人家隔壁的陽光男孩 在這個世道上啊 只要生而為人呢 心中一定會有一些煩惱 一些心事 甚至有些人呢 會不好意思講出來 那身為一個陽光男孩呢 覺得有這個義務要幫大家 去解決他們心中的這個義務 那因為呢 這次的企劃 是我第一次執行 所以呢 我又請另外一位同事呢 請另外一位這個幫手 請另外一位這個 我同事來幫我 一起解決大家的這個煩惱 那歡迎小冰冰 OK 你身為一個陽光男孩 對啊 你就要解決所有同仁的感到 對 怎麼這麼棒 但是我剛剛想到一個問題 因為你要先去判索人家的秘密 所以大家其實對你是有一點 搞不好有點防備心 我覺得我們要先去找一個 鑑證 一個spide 我已經有一個人選在了 好 你一定看過他 真的嗎 你等我 好 OK 他們小冰冰說 他會去幫我找那個 spide spide嗎 好 我們的 串串 你自己看不上說什麼 嘴才知道我們要說什麼 不知道 沒有一點嗎 我們現在就是希望你可以去幫我們收集大家的秘密 或榜榜 對啊 那我們這個 中德大人就交給你 OK 那我們就等待你的這個調查 調查 OK 快出發 出發了 GO 就是我有直接跟他說這樣對 當事人不太好 是還好但是大家會忽認我 我覺得很困難 我旁邊的同事太希望我 為什麼 東來就跟我 然後他就逼我們唱 然後他就逼我們搶 欸 欸 欸 OK OK啦 現在進行了 順利嗎 整個公司的秘密都在我手機裡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啊 這裡沒有人知道 還蠻隱密的 有些人的秘密其實是有關聯 兩個人互相 就是比較爆的 有 真的嗎 還有你的 還有我的 我們來看一個 剛剛好他們是互相抱怨彼此 這我剛好 OK 那我們來先來看一下 又好 媽媽 我們現在要收集辦公室的秘密 有沒有 覺得神討厭 或想更遲抱怨 啊 我要抱怨一件事 因為我那件事讓我 從去年十月記到現在 其實我那時候買了一雙鞋 是Nike的AMX97 一雙鞋 感覺是復古的 然後後製保天 復古的 這是我個人很喜歡 然後我就穿來上班 然後那個時候掃餐 他那個時候剛來公司沒多久 他看到我的鞋 他就說 這鞋子長得也太醜了吧 他就直接批評我的鞋子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那個時候心有多痛嗎 而且那樣就算了喔 他還在電梯裡面一直碎碎唸 從公司那樣電梯 在唸到我去前車都還在唸 我心裡想說 欸 同學 有那麼誇張嗎 要不是花你的錢買的嗎 感覺真的還蠻不爽的喔 火藥味很重 有那麼誇張嗎 他怎麼說 我看 另外一位 我剛來的時候 就是我其實覺得 我們的組長又好 有點記仇 就是之前有一次 他穿了一雙 他好像先鞋子來嘛 我不知道怎麼看 就是那種編織的副名 那個時候我就是 不太了解這種評論 其實我是跟 跟時尚比較有一點距離的人 所以那時候就追他兩句 然後他超級生氣 我每週都要寫一個 要跟公司 是講的事情嗎 他竟然把他寫的那個周記 裡面 他竟然寫這個事情 他竟然寫這個事情 早期他的人來調 你覺得什麼東西 都不錯 這樣算嗎 這樣算很棒 可以可以很棒 我喜歡 好 最喜歡爭議了 不要跟又好講的 好 他們兩個點大概知道 又平時喜歡買鞋子 他喜歡的東西被人家批評 不開心不高興 然後另外一個人的點是 就是 為什麼就是我們是男生 然後可能開開玩笑什麼的 你可以氣這麼久 幹嘛 我騎士組有些問題想問 蛤 沒有啦 我騎 要幹嘛 我沒跟我拿 對 因為我們剛剛就是有的 收集一些人的煩惱 然後剛好就看到你的影片 然後你好像有說 是哨殘嗎 對 要跟我提一件事是不是 不要動怒 我只是想先理解 就是他寫你鞋子的問題嘛 對啊 那你覺得他怎麼樣做 你才會原諒他 買一雙給我吧 哇 哇 哇 你那種多少錢 那種多少錢 六千千 哇賽 哈哈 最早要道歉吧 你覺得他勸你也道歉 因為他每次講到這件事的時候 他都不以為一 又沒什麼 我沒說怎樣 你覺得他的這個 太多不行 他這個太多不行 太多不行 如果你剛剛到完鞋子之後 你覺得那種太... 太多太溜 當然可以啊 不要讓我抓到他買新鞋子 我一定把他罵到一無四處 OH NO OK 我們先看到 超殘忍的 欸 拜拜 我們 我們林翔哥有話想要問你啊 自己看很清楚 我們今天為什麼會叫你來這裡 哈哈哈哈 還中心放的 那這件事情 你有沒有什麼樣的看法 他真的 嗯 很小氣 哈哈哈哈 嘴巴很小氣這件事情 很小氣 他還在生氣 我是不知道啦 蛤 那 我想需要跟他講一下 喔 你覺得你需要道個歉 大概了解 相信應該有把話講開了 彼此可能一些工作 一些氛圍都會好 比較多 那我們待會就請他們兩個囉 我們待會就進行下一個階段 最重要的階段 好 在公司中心 不安排 Let's go OK GO 不會緊張 大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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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中大家 幾分鐘的時間 要請大家呢 我們公司的全體同仁 中央公園這一邊 起合 好不好 不是說是公園嗎 這裡啊 這裡 請大家到這個 出場起合 這裡啊 這裡啊 對 因為我們這個呢 那個同事啊 他有話想要 想要說 那我們就請我們的這個 當事人 出場 看他有沒有什麼話想說的 OK 我歡迎那個 又豪 大家好 我是那個 製作組的又豪 我今天 有一件 埋在我心底很久的事 想在這邊勇敢的說出來 就是 他是一起霸凌事件 在去年的時候 我買了一雙新鞋 是NINET的AMF97OG一賽 然後他是我 存了很久的錢買的 所以我努力工作買來的 可是我第一天穿來 有一個同事 就一直說那雙鞋子很醜 而且還到處跟大家講 他就在現場 那位就是 所以我穿那雙新鞋 來自這個公司的第一天 他就一直說什麼 我的鞋子 長得像千層蛋糕 可以飛 那是97銀戰耶 而且他不只在辦公室裡面講 他到電梯裡面也在講 那我去牽車他還在講 他連續三天不停跟別人說 我的鞋子很醜 我現在想跟你說 我是花你的錢買的啦 OK 那我們呢 照彩你這邊有沒有什麼話 想要跟我們又好說的 不錯 原諒我 現在就道歉了 你這樣我不知道怎麼辦 我喜歡你 哇 好的,感謝大家的配合,希望你們兩個同時,在工作呢,希望你們非常的愉快 好不好,比起大家都是同事嘛,也感謝大家來這裡聽他們的一些心理話 那之後呢,這個期望我還是會持續的進行,有可能在場的歌會是下一個 OK,那感謝大家的配合,我們下次見,掰掰 就是一樣,當事人一樣,在我身邊那有沒有什麼話想說的 很棒,很感動,我以後敢穿那雙鞋來上班,生人都不敢穿 覺得剛剛意思,就也是很過意不去 我聽你那很爛 我只是沒想到你會氣,你怎麼沒放在心上 我只是沒想到你會氣那麼久 他罵完就忘記了,我發誓他罵完就忘記了 我們還是請聯會稍微和解一下 好,OK,來,來,來,爆爆爆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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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那今天的影片呢 我們就到這邊結束 喜歡我的影片要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之後 請按鈴鐺 想要知道之後 我們同時更多的一些事情 跟煩惱心思呢 也可以繼續追蹤我 我是人家隔壁的 養光男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